说起草帽节,估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,当初草帽节和大一哥朱之文是一样,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一个偶然的机会凭借唱歌大红大紫,成为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大明星。 不过在草帽节成名之后,所作所为却让人不敢恭维,他成名前所说的事情这一切也没能完成,也因此遭到了网友的唾弃,后来还被许多的媒体封杀。 在近日,草帽节参加了演唱会,全场的观众也是非常多的,不过在草帽节登上舞台的时候,很多的观众纷纷要求退票,反对草帽节上台唱歌,看得出大家都是为了其他的明星前来的。 因为观众这样的行为,当场就替哭了草帽节,草帽节如今的名声已经彻底的毁了,虽然草帽节一直公开宣称自己是愿望的,但是大家并不买账,对于草帽节这样的结果,网友纷纷吐槽活该,对于草帽节,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